我們今天聊的是林飛凡說2020的選戰要打造非韓家園 然後從現在的民調結構上來看 蔡英文如果一對一對上韓國瑜的話 目前綠黨最新的民調小福領先6% 然後最妙的民調叫做蔡英文韓國瑜柯文哲或者是柯郭 因為這種三族的鼎立的局面差距非常的微小 那種微小很有可能重大議題的攻防 這個一加一減很有可能勝率跟排序就會調整跟改變 董老師怎麼觀察 我先跳出我用一個比較大的格局來看 我們台灣的總統選舉 我覺得已經陷入一個極端不正常的情況 而且這個不正常的情況在傷害台灣的民主 在傷害我們自己 什麼不正常呢 一個參選總統的高雄市長不談國家大政 一個沒有參選總統的台北市長天天在搞總統選舉 然後不管台北市政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台灣的總統選舉很悲哀的地方 我們先假設一個狀況 國民黨如果今天有一個正常的總統參選人 我們今天這場總統選舉此時此刻會做些什麼事情 我相信那一個正常的總統的參選人 他正在召集他的團隊 撰學他的國政白皮書 然後一方面是蔡總統這邊的壯大台灣 守護台灣 一方面假設是韓國瑜的人民有錢 國家安全 就正常進行正面的這種政見的辯論 然後對我們最近國家發生的這些大事情 這個紅色滲透的問題 外交打壓的問題 軍事演習威脅台灣的問題 乃至於這一次的軍公教要不要加薪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好的總統辯論的政見工坊的題材 這才是正常的情況 結果因為韓國瑜禮拜一到禮拜五 他得要表面上他要去忙高雄市政 他不能對這些發言 那這個空缺誰來補 韓粉在補 結果韓粉一補進去 因為他是仇恨式動員 所以裡面就充滿了攻擊霸凌 還有極端式的仇恨 所以就會搞成一團亂 就是沒有辦法去真正的 去為台灣怎麼好 大家來努力 就沒辦法走這條路 回過頭來 那我覺得 柯文哲市長是我見過他 他最慌亂的一次 就是說他的這個總統的 他想要參選總統的起手 是從罵人開始 那他就陷入一個什麼慌亂呢 就是說用我的角度來看 滿地槍炮你不撿 空中無影你亂打 開始亂罵人 所以一次通通罵完了 罵蔡總統 罵蘇貞昌院長 罵韓國瑜 韓國瑜根本不理他 蔡總統跟蘇貞昌院長 有風度的 你就堅守你的崗位 我還是與人為善 我站在他的角度 給他建議 就是說這種罵人的 這種參選 這個走不長遠的 這真的是你參選的 這個起手勢嗎 我剛剛說了 滿地槍炮 你隨便撿都有 他還在想要製造 他的原子彈 不用你看看你的地上 最近中共國防部宣布 要針對台灣做軍事演習 你有何看法 我們剛剛談過的 有送到你家門口的槍炮 反紅煤 這是公民團體的力量 你以前不是 跟公民團體站在一起嗎 你有沒有進一步的看法 香港反送中 一路走到今天 你有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看法 而不要隨便呼嚨個兩句 然後就跑掉了 那你怎麼觀察 可是柯文哲 他有一定的柯粉的盤 現在看起來就是 柯粉確實也有被壓縮 然而他今天的支持度 也有十多% 就從我剛才講的話開始 一個還沒有參選的 總統選舉的台北市長 不管市政 然後天天用這種方式 用不入流的方式 在搞這個總統的 這個參選的棋手式 你的柯粉還能夠 跟著你走多久 你自己要去考慮 你的柯粉我不相信 就是說 這也是柯文哲市長 自己講的 他認為韓國瑜 他讀的書 只能夠幹 這個北農總經理 可是你這幾天的表現 你好像沒讀書 你怎麼會 罵人 罵人 能 還是說你這幾天的表現 凸顯了你好好 當好台北市長 恐怕就已經是 台灣之福了 對啊 凸顯他的焦慮 不是凸顯這個事情 我剛剛問 我經常經過大巨蛋 我剛剛問了一個本質的問題 柯文哲市長 請問你要如何處理大巨蛋 然後那顆蛋 事實上現在就長得一副爛尾蛋的樣子 我比較體貼柯文哲 因為他要選總統 他已經無心於死 我就建議他 他說世界都沒有 磅叉叉叉 你現在留一粒海賊兩次要如何處理 這台北市最精華的土地 台灣的土地資源很珍貴